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诸佛 菩萨都是有愿的 所以修行要发大愿 而弟子们认为这个不容易做到 便对老和尚说 师父 可是我发不出这个愿 老和尚说 愿不是要我怎么样 这还有个我 愿是自然的 像师父也没有说我要怎么样 但现在有这样的成就 我也不知道 我为弟子请问老和尚 师父 有人说我着魔呢 老和尚答道 如果会修 磨就是我们的护法 磨也是人做的 斜见就是磨 刺激就是磨 但如果有人 人则是护法 人则是护法 相也是磨 色 生 香 味 处法 不让我们成佛道 外面的境界 手拉手的情侣 游客是大磨 有一天 老和尚问弟子说 你们来是要修行的 但是修行这两个字很难说 修行要怎么修呢 弟子答道 要有愿 修忍入 但是做不到 老和尚慎重地对他说 这是正正版版修行 说我出家要来修行 这不是简单的 每个人都带种种的行 按行 如果要修行 路头还很多 就是知每个人的心性 起心动念 每个人都说他在修行 但都带着无名烦恼 这有的是前世带来的 也有今世的 老和尚又问另一位弟子 我度你来出家 是为什么 来修行 你再说说看 修行要怎么修 师父说过的 粗衣淡饭 香味触法 修行就是要有愿 诸佛菩萨之所以能成佛 也是以他们的愿力 好比说 若娑婆世界不成极乐国 我不成佛 修行要修忍辱 勇猛精进 心缘一马 要看顾好 有位女弟子 常常需要下山办事 因为交通不方便 想学开车 就问老和尚说 师父 师父 出家人学开车好不好 老和尚答道 不好 虚云老和尚带简单的东西 一只铲子 一张拜以朝山 有一餐没一餐的过日 他有这个愿 所以能吃苦 我们没有这个愿 所以吃不了苦 老和尚开示过 现在花花世界 一切都很方便 但修行 一定要效法 祖师的修行方法 才能了生死 弟子们又问道 没有生死心 念佛都不知道要做什么 念佛不知道还好 知道反而去分别 这些外面的都是幻境 不要去分别 生死心是不知不觉的 修到某一境界 自然而成的 念佛怎么念呢 有的人念了一辈子 却仍然糊涂 念佛自然一直念下去就好 不要求做什么 无所求 无所着的念下去 才会绝到 师父要我们学自在点 要怎么做才能学自在呢 阿弥陀佛多念一点 慢慢来 做事情慢慢来 脾气 个性要好一点 慢慢就会自在了 温顺就是人 老和尚 老和尚说过 念珠不能拿在背后 也不可拿太低 不可以挂在脖子上 人家是有那个德恨 才可以挂在脖子上 徒弟就很热心地说 那我如果看到别人挂在脖子上 告诉他不可以这样 可以吗 老和尚说 不必了